吊科站在海岸邊還在等於上溝 但後頭志工先上門 海邊碎碎念說等等就要離開 只是人家早就盯著他好久了 而且根本就闖進了禁止進入的區域 另外一頭這一台箱形車駕駛也一樣 直接嚕進沙灘上志工趕忙要去勸阻 大家會這樣緊張 因為仔細看沙灘上正有不少小生命 悄悄跳動著心臟 就在宜蘭縣南澳鄉南澳西出海口附近 去年的時候有一群教客來到這裡繁殖 就怕打擾到他們 再加上淡的顏色跟沙灘不仔細看 真的很難發現 縣府特地跟保育協會討論 要把這一區統統圍起來 也樹立指示牌要大家別誤闖 偏偏有人假裝沒看到 還把車開進來 甚至把不少彈都碾碎了 有壓到那個鳥彈了 那有一些在他們附近的不見的 是怎麼不見我們也不知道了 因為這些彈的主人可是國際二級保育鳥類 小燕鷗 平時都會在中國大陸東北到華南 日本菲律賓一帶也有 每年四到八月份會來到台灣附近繁殖 宜蘭這裡就是他們很常來的地點 好不容易已經有不少小生命要孵化 偏偏遭人破壞 志工不定期巡邏勸阻 現在又有道客不聽勸 這已經觸犯動保法 最終可除五年有期徒刑 並可罰金一百萬 下回要來到這附近看海 真的得要留意腳下 TVB新聞簡納陳歇倫 宜蘭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